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7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這節 要跟大家 就是奇聞共享 這節我們鏡頭轉一轉 我們跳回去 就是偉大的英國 我們飛去英國 這個 就是 一篇文章 也是這個 跟文匯大功也差不多了 叫做 星島環球網 到底是不是星島 我也不知道 總之 也是同一個系列 出了一篇文章 就說 二英的黃絲 又是慘遭其事 又不敢出聲 說得 非常之痛苦 到底 移民是不是真的那麼痛苦呢 我們這節又是跟大家 研究他的故事 我們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以下幾種方式 支持本台 記得付費 我們只是希望你做一樣 不是希望你重複做 你可以 三個選項給你選一項 包括訂閱我們的Patreon 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 又或者出席我們的直播節目 我們的直播節目 逢星期二就會出現 又或者 突發的時候 可能就會跟大家做直播 例如 林鄭忽然之間 被墮樓 一定就會做突發 舉例而已 突發的情況 所以大家就留意了 如果不是 我們逢星期二 繼續直播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繼續支持本台 本台繼續 提倡 低收費 甚至乎是免費模式 繼續經營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請大家繼續打開節目清單 打開我們沒有被人黃標的節目 繼續 播放欣賞 手動點擊 無限碌大發 由朝欣賞到晚 就好像掘礦一樣 如果你上班 用公司的電腦 或者用公司的火牛 插著你的手機 由朝欣賞到晚 現在復活節假期 沒辦法了 上班的時候就繼續 放假 去玩了 上節跟大家說到長洲 逼爆了長洲 如果是正常的公共政策討論 你就要研究到底那個地方是不是長期都爆滿 如果長期都爆滿 有兩件事要做 第一 那個地方 有公共的特色 那麼 其實有機會就要開禁 就是入成輝 這個是正常的政府情況之下 第二個情況 長期被迫爆 可能居民要考慮搬離開長洲 香港最慘的地方 就是 地方非常之少 人口非常之多 所以 迫起上來 尤其是大城市 真的相當之可怕 實際上其實倫敦也是如此 尤其是市中心的地方 但是 相對來說 除了香港之外 很少會迫得那麼厲害 因為人口密集程度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繼續回來研究這個二等公民悲歌 移英黃絲 慘遭其事 內容就是 星島環球網消息 說大公文匯全體媒體報導 所以一看就知道要作故事 一跟文匯大公有關 九成九九就作故事 既然是如此二等公民 你快點召集那些藍絲回去吧 實際上這些文章 其實不是寫給黃絲 這些文章 是寫給那些藍絲 想勸他們 返回祖國 返回大灣區的懷抱 所以 不斷寫這些文章 離離去去就是想嚇着那些藍絲 說去到英國 原來要做二等公民 不少年輕黃絲 都爭相移民去英國 這句又錯了 本身 移民去英國的絕大多數 不是年輕的黃絲 絕大多數 就是一家大小 整家人為了小朋友 移民 這是佔最多數的 他說 卻不知道移民當地 只能夠淪為二等公民 歧視 不公 受盡欺凌的情況 屢見不善 有移英的黃絲 日前在網上 大數三次被人歧視的經驗 只不過 他也只是感怒不敢言 鬼叫自己 寄人離下 最後 只會找同路人 遺爐取暖 說得那麼嚴重 到底有甚麼 那麼厲害呢 事緣只不過有網民在網上出帖 這個群組就叫做英國香港人生活交流區 其實他們的討論也是一些很簡單的討論 他的帖子是這麼說的 問號 大家有沒有試過被人歧視的經驗呢 我自己試過三次 第一次 就是做咖啡廳 他說的是上班的 上班的時候 能不能夠純粹說被人歧視呢 我們稍後詳細研究 他說做咖啡廳 那個鬼婆 就是用廁紙裝扮口罩 他說要兩杯飲品 於是 就先弄了給他 跟他說 就是要外賣杯 他已經弄了給他 然後才說要外賣杯 然後就弄了一杯凍奶給他 然後又要轉做熱奶 總之 故意弄得很麻煩 最後麻煩也沒有 還要 盯著我離開 問同事 他也感覺到有些事情 跟我說sorry 這位網友其實真的是 表達能力有問題 你細心想想 我們 其實 看不到他所謂第一個情況裏面 有任何 跟這個 歧視有任何關係 來來去去的鬼婆 就是要求 可能跟他的溝通不清楚 他的英文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呢 有沒有真的聽到別人說甚麼呢 會不會根本是聽不清楚別人的要求 導致別人要求的事情 他沒有做到 於是他覺得自己 遭受別人歧視呢 他只不過是很概括地說了一句 總之故意弄得很麻煩 其實很麻煩 跟歧視 是完全兩回事 要搞得很麻煩 的話 你細心想想 客戶來買杯咖啡 客戶來買杯咖啡 特意來煩著你 看到你是亞裔面孔 要來歧視你 有沒有那麼有空呢 實際上他覺得 是你浪費他的時間更加多 因為他在這裏上班 他買了杯咖啡他就走了 有沒有那麼有空 特意來挑你機呢 所以 這個網民的第一次所謂歧視經驗 其實也不是太合理 第二次了 第二次就說坐地鐵 在車廂裏面 他旁邊就有兩個空位 有個鬼佬爸爸 戴著口罩 抱著兒子 就叫我 就是退一個位置給他 他說其實我也不用退的 因為他們有足夠的位置 他的退字就寫了做吞字 最後我也是退出了我的位置 鬼妹坐了 他就沒有叫他退 他就說我那時候還在吃東西的 不過 也有退給他 現在回想起來 覺得他又有點Rude 好了 第二和第一件事 又是一個鬼佬比較沒有禮貌的情況 他自己也說他有點Rude 有些粗魯 有些少少無禮貌 這個又跟歧視 有甚麼關係呢 難道你在香港 就不會有人對你 態度惡劣了嗎 香港警察對你的態度也不是那麼好 一來就說人家蟑螂 就算不算香港警察 香港人的態度是不是很好 其實香港 一向 都是以 服務態度 惡劣見稱 香港的黑面排行指數 在世界 差不多是排行第一的 其實 如果你說真的相較香港的情況 香港 大家都習以為常 第一和第二的情況 我們都看不到 跟歧視有甚麼關係 不過這個網民所以就有問題了 他三次的經驗 都是鬼佬對他 不是太過友善 但是跟所謂歧視 其實也不是很扯得上邊 更莫說 跟二等公民有關 你是一等公民 是不是代表 鬼佬 要買咖啡的時候 鬼佬 不用拿外賣杯 如果跟你說錯的話 他也是要換外賣杯 跟一等公民 二等公民 有甚麼關係呀 第二個情況也是一樣 要退位而已 第三個情況 藍莓的圖 蓋住了一半 所以就看不到 讀不下去了 只看第一和第二 你也會發現 其實 真的跟歧視 是沒有關 藍莓 就要把一個可能在網上 盛下一些 日常生活的細節 客人 拿來大做文章 說要這個 叫做二等公民 實際上 只不過 有人剛剛移民過來 覺得 可能未能夠融入 又或者 純粹想分享 有些鬼佬跟鬼婆 態度很惡劣 鬼佬跟鬼婆 態度惡劣 我可以很大膽地告訴大家 絕對一定會有的 你覺得 看到 人家白人 就會 每樣東西很有禮貌 少少 態度惡劣也不出現的話 這個絕對是你錯誤的想法 這個世界 所有人 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 整體來說 鬼佬 通常 真的 跟我們比是客氣很多 這個世界 良友不齊一定是會有些人 態度不好 可能是基於很多原因 可能因為他都是生活 困苦 又或者趕著上班 甚至乎英國最主要不是趕著上班 英國最主要是趕著下班 你妨礙著他下班 他們就會發瘋了 有甚麼那麼奇怪 這些是 生活細節的磨擦 根本跟歧視都沒有甚麼關係 更加莫說 跟公民身份有關 你是一等公民那又怎樣 如果你是香港人 英國說給你一等公民做 但是有鬼婆叫你 要外賣杯 那麼跟一等 二等 三等有甚麼關係 你說得一等公民跟二等公民 你一定是說 那個公共政策 所以不要偷換概念 這些藍梅真的很白癡 那麼廢的文章也寫得出 一等公民跟二等公民就是政府公共政策 有沒有歧視你 有沒有你 真的明明應該應得的福利 他不給你 甚至乎 是黑駁你 是整個公共政策 當你 作為 一種公民 但是你獲得的公共資源 公共政策 不是偏幫你 甚至乎是敵視你 你才可以稱得上二等公民 所以 二等公民的情況發生在香港 發生在中國內地 寧願招呼內地客 這個是公共政策來的 不是 私事來的 香港的入境政策 放寬甚麼人進入香港 這是公共政策 在香港本土長大的人 就真的變成了二等公民 所以這些垃圾文章 只是寫給那些沒腦的藍絲看 醒目的那些 一看到救生艇 便宜啊 一枝箭標過去 移民那些藍絲 你也不用想啦 怎麼會去看這些垃圾文章 人家讀翻書 在看南華早報 英文虎報 在做英文版藍絲 南華早報雖然是英文報紙 但是裏面說的東西完全是藍媒來的 人家在做英文藍絲 換句話說 人家覺得 他是高檔藍絲來的 怎會看你 甚麼星島和文匯大功 所以這些文章 留給那些 沒有機會移民 的藍絲看 很開心 他們移民文之後 成為二等公民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恥笑到這裡 這些文章真的好笑 邏輯混亂 不知所惟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